他沒有來 男生叫他沒有 我等一下就來了 每個都打電話來說 以後不要學給高家儀 以後 最好最好他 他又不能開始 只好初選 都不要選給他 寧願要選 那個叫什麼 高薪 無心帶 這次他出來沒用 大家都不要選他 你不要出來出來 大家不會選你 你沒票了 已經沒票了 大家都氣得要輸 所以地方集成對他其實都不滿 都不滿 我的朋友電話一直打給我 一直告訴我 他說以後高家儀出選 不要選給他 如果民進黨提名他也不要選給他 寧願在家裡睡覺 過去玩 那個高家儀沒進過大老 唱歌又不好聽 警察唱歌 警察唱歌 我耳朵很趕快 先進 你們有做民調嗎 剛剛民調說來 投票都說不要支持我 記者都故意跟我們見縫插枕 那為了感謝你們之間那麼辛苦 我就唱一首歌 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 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 不要再生氣 不要再 躺躺 大家都開開心 希望今天投完票 大家都穿街心外開 別吭笑 不知道 怎麼會發生氣 那就是無法闔 人家都乾淨的路 別玩笑 一擠搔 一天路 因為 autism也無法闖 一落心思念你 我聽得懂 你來唱我的唱會 挨挨挨挨 涼涼涼涼涼涼 花背啊 背著天 人好是這樣的天 愛佑 卡著你心花開 我的心花開 哪唱尊風對面唱 卡著你心花開 我的心花開 哪唱你媽媽 我冥啊啊 她說妳唱歌的男人 不想要再聽到妳唱歌的 沒有來 等一下就來了 我唱歌好不好聽 我覺得可受公平啦 因為就是不喜歡妳的人 妳怎麼做他可能都不喜歡 那就算好聽他也會故意說難聽 你今天早上沒有唱《孤勇者》 哦 因為我想說 這個時候應該要讓大家開心 心花開 很多基層的黨員都認為說 像現在在民進黨算是個一類 很多發言都對民進黨不是很好 那妳自己怎麼去看待 或怎麼去調整這個心態 我們就是努力的去溝通啦 然後努力的我們在基層裡面 一步一腳印 然後繼續的把我們的想法跟理念跟訴求 能夠跟民眾來去說清楚 那我覺得其實多數台灣人民都是非常理性 而且很有智慧的 那就是很多事情其實沒有辦法掌握在自己手上 或是人家想要怎麼講 或是怎麼曲解妳 怎麼誤解妳 其實每個人可能都有他主觀的想法 你沒有辦法讓每個人都幫妳說好話